为了落实租税教育向下扎根的工作 暑假期间特别透过了亲子共同参加 提升家长和孩子们对租税的认知 花林县地方税务局特别举办了欢乐放暑假活动 15号是在麦当劳中正殿有艺术创作的活动 让亲子一起绘画的创作 玩租税游戏以及造型气球教学等内容 场面可以说是相当的热闹 花林县地方税务局举办欢乐放暑假活动 日前让民众凭发票兑换了麦当劳超值餐犬 8月15号在麦当劳中正殿举办亲子创意艺术活动 吸引了相当多大小朋友热情参与 我们今天是一年一度的租税的一个放暑假 一个租税圈导的一个教育活动 那我们每年都有举办利用暑假的时间 我们希望有小朋友来共襄盛举 我们捐发票做公益献爱心 那我们今天选择在麦当劳这边 我们有制作的气球 画画打卡各项非常精彩的内容 那我们同时在这时候 还是希望我们的爸爸妈妈 可以带着小朋友到我们现场来 一样我们现在也有介绍你换麦当劳的餐券 那可以享受一个很不一样一个暑假的活动 一方面消费你节能简单你可以下载APP 然后再来就是说你捐发票又可以做公益 那这部分我们有很多的一个宣导兑换的活动 那在这边大家就说 可以对地球尽一份爱心的效力 活动现场提供小朋友绘画素材 可以挥洒画笔艺术创作 还有出睡游戏拿好礼 以及造型气球教学等等 同时现场也有手机条码申办 下载同一发票对讲APP 加入税务局脸书LINE 还有捐发票换好礼的活动 民众现场真正发票 还可以兑换实用的宣导品 地方税务局呼吁 民众在消费时多使用载具 储存云端发票 并设定中奖奖金 制动汇款到账户 让云端发票可以成为 消费生活的一部分 既环保又坚能减脂 为爱地球来尽一份心理 记者刘明圣花莲时报导